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中可以煮 这个东北酸白菜 把它放到汤里面来细熬慢炖的 熬出它的一个白菜鲜跟酸的味道 来 那现在我用这个锅子来把它煮滚 汤圆 有颗粒大的 有颗粒小的 颗粒小的呢 我们可以比照煮客家汤圆的模式 颗粒大的可以比照煮元宵的模式 我们现在趁旁边滚的高温比较强 一颗一颗的把它放进来 因为在滚煮的这个锅具当中呢 一定是由外围先产生高热 再慢慢的往中间来挤压 那我们现在利用外围的高热呢 把比较不容易熟的这个包肉的汤圆先水煮 那么小颗粒的里面没有包馅 等一下随便你就撒在汤头 一下下的功夫60秒就搞定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一直要等到它包肉的 这一个大元宵呢 煮熟了 你再把这种小汤圆呢 就化龙点睛的模式这样撒进来就好 那小汤圆在里头呢 你大概和个二三十秒 它就熟了 它就熟了 就是一个酸 就是一个美 那么酸跟美结合在一起 会让你吃完了以后怎么样 心灌神离啊 来 可以了 各位准备好了 准备上菜了 谢谢 那么起锅之前我撒一点点的葱绿呢 来做一下点色 OK 完成 3 3 3 9 5 5 6